第九 心肠如火 这对什么 它的对面呢 就是浮躁 心浮气躁 不但佛法了 你学不到 世间法也学不到 世法跟佛法了 都必须要在心肠如火 你才能够得到啊 这条很重要啊 我们学习 不离开如火 生活不离开如火 工作不离开如火 厨师带人介物 都不离开如火 那你就是佛菩萨了 我们看看佛菩萨了 他们真做到了 我们从哪里学 从谦虚 中国的古理里面讲 谦卑 自己常常要处在谦卑 尊重别人 这是事处事法 学习的 头一堂功课 你看我们看李基 李基前面第一句话 去离越 无不尽 华严经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地愿 离近祝福 这条很重要啊 一定要学 如火 如火能养心 能养身 身心健康 能养一家了 一家人如火 家伙万事心 如火能化解冲突 化解对立了 让一切众生 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这就是极乐世界 这就是化脏世界 这就是化脏世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